字幕提供 Hey guys 很久不見了 我今天因為去工作 化了一個我覺得挺漂亮的妝 然後頭髮都乾乾淨淨 所以呢 我今天就很想拍回youtube了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我多了很多時間 自己一個人 還有我感受到2024年 或者每一年的開始 我想大家是會想寫完 今年的計劃 今年會做些什麼 然後就馬上想很多不同 我想做的事 我會做到的事 或者去旅行 或者我今年一定要 start something new 其實 at the same time I'm doing all these things 就是覺得自己有些新的計劃 我又想做這些這些 我想做我的音樂 我想start other adventures as well but at the same time 今年我覺得很不同 是因為我很想今年 都有多一點時間 可以給自己和阿神 一起去 grow I don't wanna just 做做做做 今年是很想 有多一點時間 知道自己是真的想做些什麼 不是只看到別人做 我就做 別人叫做些什麼 我又要追啊 就是好像無緣無故 又進入一個hamster wheel 今年我也買了一個很小的桌子 給自己 早上起床的時候 有一些bible study的時間 或者和神的一些安靜點的時間 就是聽一下一些不同的worship music 還有我今年和教會幾個姐妹 都有做一個fasting 就是禁食祈禱 就是禁食祈禱 我本來打算是很難的 因為是無肉無糖 無奶 無咖啡 無酒 無蛋 即是蛋類都不行 開始比較難 因為某一些甜品 雖然它無糖 但是它有蛋 或者兩樣都沒有 但是它有奶 我覺得自己也清晰了 而且今年多了很多時間 回教會 回團契 自己茶經 很多小組 多了時間可以陪伴朋友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都經歷很多事情的時候 很棒 可以約吃飯 約聊天 真的很棒 我也有時候會買花給自己 這個是我上次和Janice和Stella吃飯 然後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太陽花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給我們 每次買了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 買自己的花 很值得 然後我每天看著這個太陽花 看聖經 我又覺得很棒 今年也開始再讀這本書 《30 days to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我是Max Anders 然後我覺得 終於可以在一個很整體的方式 去看這本聖經 舊藥有多少個作者 新藥有多少個作者 有多少本書 就好像舊藥頭十七本書 它是Historical的 然後有五本是Poetic 然後有十七本是Prophetical 就是很多不同的聖經 他們會說一些將來看到的東西 或者神跟他們說些什麼 他們會跟他們的皇帝說 就是很知道 更加 context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 我在聖經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讀什麼 原來新藥頭五本是Historical 就是歷史書 之後全部都是信 十三張是保羅寫的 然後還有九張信 就是其他門徒寫的 它是很不錯的 整體的 而且這只是1個 你已經知道了 整體的構築 然後我現在由頭到尾 整個Theme of the Bible 我都會在路上 幫助我去明白神的懷語 就是明白每個作者寫什麼 因為有66本書 所以 全部都很酷 然後也有時間去寫日記 這本日記就是我在紐約買回來的 所以它已經很好 因為我想說 其實是很容易情緒過低的 有時我會有一個很棒的星期 然後無端端有一天 你會感覺到很慘 或者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控制的 然後你就會開始很 stress 感覺到那個呼吸不是很順 然後感覺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可能那天寫下 今天神理幫助我 今天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又有這些想法 又有這些想法 但是你看回之前的日子 你和神經歷很多很開心的事的時候 其實神拜了很多人 在你的生命裡面 去陪伴你 今年我已經感覺到 有很多不同的 breakthrough 或者你一些 Bible study 這個是Do no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今年我有多些時間 可以等待等候神 是很棒的 但以前這種的等候 只會令我更加焦慮 但我覺得是最後的時間 我就用這幾個月 甚至這幾個月 或者多多長時間 我覺得我正在建立一些心裡面的東西 還有我都在醫治一些心裡面的東西 還有我有時間可以fellowship 比如昨天我在這裡study 什麼是聖靈的果 以及聖靈的gif 一些是你的禮物 你的talent 即是你的人是聖靈的 這些是重要的 而神也有給我們很多不同種的talent 但同時 我一直在看果 即是果 那個果是我的品格 我的character 如果我有一些很厲害的gif 我是可以在台上發光發亮 但是我的品格 我的character 不夠闊 不夠大 去hold住我的gif 其實就很容易驕傲 很容易會覺得自己現在很厲害了 現在很厲害了 現在很厲害了 然後你也會傷害到很多人 還有 未必you can stay up there for that long like I'm learning 我真的最近在學什麼是謙卑 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很驕傲的人 但我的確覺得 我自己不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 還有 我是比較說話直接 還有我想話很快 I realize like I'm a very analytical person 我也都發覺了一些譬如 我自己不是說 很喜歡經常都在一個焦點的範圍下面 I like having the spotlight but I don't need it like constantly on me 我不覺得我自己是 怎麼都要在新聞裡 我怎麼都要有些新的東西 我反而這陣子是 很享受自己 在一個personal space personal time裡面 去等候神 然後我學習自己裡面 還有些什麼要處理的 我有時間 我可以慢慢去處理 這段時間其實I'm also growing to learn how to love people better 學習怎樣做一個好一點的朋友 better daughter better wife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keep growing in the inside 但是有很多人未必看得到 所以可能在一個世界的角度 你不是做很多事情 你不是 你最近忙什麼 我最近不是忙很多事情 but I'm growing my mental my heart my spirit is growing 然後我覺得神會喜悦 因為我有時間 我不是不停在追著很多不同世界的東西 追著我下一個目標 追著我下一個東西 not that everything is 好世界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you're just doing things for the sake of it 你為做而做 你有時做完你都感受不到 這些東西是不是我去做的呢 哪些機會是他想我做的 而哪些機會是因為我怕沒什麼做 而找東西去做的呢 我經常都覺得是很容易找東西去做的 你看到別人做的 你就會想做的 而且最近我也看少了很多電視 I've actually watched a lot more YouTube 尤其是一些牧師的港島 或者一些Christian他們的Bible study 或者一些Christian podcast 他們在說一些他們基督徒的角度 神的角度 去怎樣看某些事情 I realize 最近我也很喜歡看不同的人在聊某一個 topic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podcast that's like The prompt is 很 random 如果你覺得男生是比女生的好 那你走前吧 那可能有一些人就會走前 我覺得男生為什麼比女生好 然後為什麼女生比男生好 即我很喜歡聽這些debating topics It really helps me to 打開我的心去聽多些不同人的想法 It's like on certain topics that I'm very interested in 有時未必可以跟一些人去聊某些 topics 但是在這些影片裡面 我就會學習到不同的人 他們怎樣看同一件事 which I find very interesting 前陣子去越南和新加坡 都很多不同的得著 可以跟老公好好的去休息 其實是很難得 但我發覺 有時候 即使你放假 你都真的要在那裡兩三天 你才開始放鬆 所以放假放四五天是不是很久的 然後新加坡又回到我的大學 他們今年邀請我去表演 which I was like 很緊張 but then like so excited at the same time 因為原來之後我才發覺 我的大學 Babson College 都挺有名的 for這個企業管理 for entrepreneurship which is what I studied 接著見回校長 我們的president 接著他又跟我說了一些很鼓勵性的說話 他說其實我都可以go into coaching and I was thinking 為什麼一個人 是可以看著我 在台上 短短可能7至10分鐘 唱了兩首歌 share了一些東西 他就覺得我有這個 ability to be coaching other women and I was like I love doing that 即我是很喜歡 analyze 一些我朋友的 situation 然後去給feedback 給comment 給advice pray for them love on them 但是 coaching這件事 I'm actually quite interested in I think what I wanted to say is that if you can 在某些季節 it's so important to take your time to figure out some of the stuff that is inside you and you have time to breathe and you also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譬如 oh 這個 coaching這個東西 maybe I can look into that because I love analyzing situations 去分析啊 我的腦是比較分析型力 I'm an ENTP and that's the debater 所以我經常在分析分析分析 可能我又很喜歡聽兩邊去說話 因為I'm an ENTP and I'm a debater 所以經常我會 情緒 和腦 logic 和emotional 會在那裡 又不是吵架的 只不過他們會很多話說 like I'm feeling this way but like are you sure you should feel that way it's like but darn I'm really really feeling this way and then我自己在那裡 跟自己說話 所以 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雖然2024年已經去到 3月份了 好像已經過了一個quarter了 but um I'm not in a rush this year 其實 之前 為什麼這麼久不拍YouTube呢 因為我經常想拍 然後覺得自己的內容不好 然後又會想拍一些不同的內容 但在最後一天 我發覺 我也是挺喜歡 採到和大家聊聊天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近來我一些 inspiration 或者我一些發覺到的東西 希望我發現了的一些東西 或者有趣的東西 幫到我的東西 我又可以和大家分享 又可以鼓勵到你們 因為我都覺得 很多人 很多情緒 未必那麼懂得去管理 和去處理 and I really feel 這段時間 因為我可以回教會 我可以回團契 我有小組 也有很多不同的Christian的朋友 去聊天 所以我發覺我多了很多真理在裡面 A lot of wisdom and then just 慢慢 愈來愈 experiencing like God's love for me which is so important 因為 until you experience God's love for you it's hard to know like your value how valuable you are and how fai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that you are 這段時間 當我開始焦慮 我常常都會記得 Proverbs 3 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and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direct your path straight 所以我不需要不停擔心 反而 I need to really trust in the Lord in his timing and acknowledge him I'll lean into him and I obey him I listen to what God has to say to me and then我看經文 我更加知道 天父爸爸是怎樣的 耶穌是怎樣的 聖靈在我裡面 是教我什麼的 and it's been bringing me a lot of peace 即從去年到今年 I feel like I have a lot more peace 雖然有時 I will have 一兩天 I feeling really low or feeling down but 那個平安都在 然後 我有 more days of joy 所以我覺得 其實真的不需要太忙 忙著什麼 沒有忙著什麼 是ok的 自己一個人是ok的 享受下 nature 享受下花花 just enjoying time with God enjoying time with people you love and enjoying time with yourself it's so good 所以 no need to rush anything 慢慢走 慢慢 避意志 將一些東西 需要 let go的let go 需要釋放的釋放 so you work harder so you more motivation get inspiration from other people take your time That's what I wanted to share today 我其實真的很喜歡這些分享影片 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覺得好像很無聊 but then at the same time 其實都有多少人會傳回我以前 就是坐在同一個房間裡 一些分享 他們會傳回我 很鼓勵到他們 I hope I can keep in whatever capacity to鼓勵你們 我也希望我會繼續努力去做 Being me is already being successful You don't need fans or followers to tell you that That's something I wrote for myself 好了 I'll see you again Bye Bye